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年就成就了富饶之地 叶子功不可没 叶青梅摇了摇头说道 这也因为陛下是明君 没有您的支持 叶子再大的本事也施展不了 不止江南 只要新政推行的好 只要我们敢于尝试 北部 西部 东部 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找到适合他们的发展之路 庆帝点头 叶青梅继续说道 律法严谨 政策明朗 执行力强 改革方法又能因地制宜 叶子相信不出五年 庆国绝对富甲天下 庆帝微不可见地皱了皱眉 随后说道 叶子 我们不见面的时候 你会写奏折 论正事 见了面又都是国事 你能不能给我放个假 我们聊聊天 叶青梅挑了一下眉头说道 也是 陛下这一天也是够累的 想来谁做皇帝之前 也没想到就会如此辛苦 庆帝叹了口气说道 唉 叶子这句话 倒是说到朕的心里了 叶青梅随口说 自古以来那个椅子就备受关注 即便知道辛苦 人们打破脑袋也要抢来 可是不管谁坐在那里 他就不再是他了 他要为百姓而活 为列位成功而活 为那些扶持他的人而活 一旦他只为自己的权力而活 他就会成为一个昏君了 你说 是不是不公平 庆帝微微一笑 起身看着湖中跳跃的鱼儿 没有说话 叶青梅看着他的背影 身段高而修长 庆帝没有回头 但是微笑着说道 叶子 对我的外形 可还满意呀 叶青梅黑黑一笑 哈哈 你知道我在看你呀 庆帝头也不回 准确地说你是在欣赏 叶青梅鸣嘴一笑 说我在想陛下英俊潇洒 仪表堂堂确实很优秀 陛下觉得我呢 庆帝不解地皱眉 随后说道 俊梅修掩 顾盼神非 至于你的聪明爵士 就不用我说了吧 叶青梅调皮地问道 那陛下觉得 以你我二人的基因 生出的孩子 是不是举世无双呢 庆帝震惊地瞪大双眼 半赏问道 呃 基因为何 孩子 叶青梅摇了摇头说道 嗨 我随口一问 陛下 不要在意 庆帝皱眉不解地看着他 叶青梅又笑着问道 陛下 好久没有夜闯 太平别院了 难道放弃了 此时 正好范健夫妇到来 打断了叶青梅和庆帝的对话 叶青梅和范健夫妇 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 而庆帝虽然坐在那里听 可是脑子早已经飘回 刚才与叶青梅的对话中 他不理解叶青梅 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会表现寻常 庆帝端坐在那里 再次打量叶青梅 今日穿着也不同往日 许是有意打扮 刚才虽不能理解 可而后想一下他的意思 就是想给自己生孩子 庆帝自信地想到 原来这小妮子 还是心中有自己 想来他如果成为自己的妃子 给自己生了孩子 那么他就永远不会再有异心了 庆国推出新的商政 叶氏作为庆国首富 当然最先响应政策 提出整改 接连几日 叶青梅重整叶氏的政策 广发天下叶氏商铺 无论他如何修改政策 最主要的宗旨不变 每一个叶氏员工 都是自己的主人 每付出的一份努力 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付出越多 得到的就越多 绝对不会埋没任何一个人的辛苦 京都监察院也更加忙碌 强制执行的朝廷政策 违抗者必抓 无论违法的人背后 有多强的实力 多大的背景 都一视同仁 自从三日前 抓了礼部上书开始 京都的这些权贵们 更加胆战心惊 毕竟他们好多人的背后 都是肮脏不堪的 连续几日辛苦的工作 一直到昨夜才告一段落 今日的叶青梅 好不容易睡了个自然醒 吃饭时 收到了江南静王妃的首信 看过信后 她高兴的说道 小猪猪 公主的肚子已经大了 再有两个月呀 就生宝宝了 五猪点头 叶青梅多了下嘴说道 对了 你不知道什么是宝宝吧 快速的吃完饭 叶青梅拍拍手说道 第二轮实验应该有结果了 今日正好无事 我去一趟实验室 五猪点头 叶青梅一进实验室 小哈就兴奋地叫道 主人 你可来了 第二轮的实验结果 已经出来了 叶青梅笑着说道 哈哈 有时候呀 我觉得小哈你在 我这个主人就是个多余的 你都能把实验搞定了 小哈赶紧摇头说道不行 最后一步必须主人来 叶青梅看着实验数据 惊讶地问道 那么多实验品 就成功了九个案例 小哈认真地说道 这已经很多了 师傅曾经预测 只会成功三个 叶青梅抽了抽嘴角说道 这要是第三轮 一个都不剩了 最后一步也就免了 小哈笑着说道 这一点肯定不会的 至少有一个会成功 主人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能结合的绑定一下 屏幕上显示的 这九个成功案例就是九个人的大脑记忆 叶青梅在仔细观看 认真琢磨 小哈耐心地解释道 这个实验品最后会诞生一个人 可以是你的儿子 也可以是你的女儿 主人需要考虑的 就是想让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具备怎样的素质 再从这些案例里去挑选融合 叶青梅想了想说道 这里的文明落后 我是一个理科天才 至少需要他具备很高的文科素养 才能与我能力互补 至少他要和我一样 懂得尊重别人 爱憎分明 在封建社会生存 至少他要内心足够强大 要有一颗热爱生命 向往美好的心 小哈看着屏幕上的资料 说道 一号是个全才文学家 古代文明 现代文明 以及西方世界文明 全都拿手 五号是最出色的律师 无论是内心素质 口才 以及个性都具备 这个里面最奇葩的数据 就是八号 他是所有案例中 最没有特色的 可是 他竟能通过层层筛选 走到现在 叶青梅看着八号说道 范慎 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 从小无父无母 又患有肌无力 四肢不能自主 完全得依仗他强大的脑力 所以他的脑壳构架特别突出 悲惨的人生 让他萌生了强大的求生意识 因为他向往美好的生活 所以 在提取数据时 他能够如此顽强去碰撞量子结构 最终 被保留下来 他的名字取得可不怎么样 不过 他应该正是我需要的主线 敬畏生命 向往美好 懂得珍惜 还说着话 叶青梅不知不觉 已把这三个人的数据 结合到了一起 剩下的那些人 不过是随意点击 小哈耸了耸肩说道 不用考虑了 主人已经选好了 叶青梅挑了挑眉头说道 还真是缘分 我的手竟然不受控制的 就点击了 小哈笑着说 缘分好 有缘就能成功 主人 剩下的交给我 你赶紧去找种子吧 叶青梅不解地问道 找种子做什么 小哈理直气壮地说道 最后一步 需要怀孕 你不找种子 怎么能行呢 叶青梅 呵呵一笑说道 你这个说法好 找一颗种子 养成参天大树 话落 他向外走去 边走边说道 等着 我去给你 找最优秀的种子 叶青梅回到自己房间时 外面已是星空 五竹正站在床边 等着自己 叶青梅一进房间 就闻到了包子的香味 微笑着问道 小猪猪 给我准备好吃的啦 五竹点头 叶青梅赶紧去吃饭 边吃边问道 我这次进去几天 有人来找过我吗 五竹打 三天 检察院的人来过 告诉他 小姐会去 吃完饭 叶青梅反而很精神 他拉着五竹 两人坐在窗台上 悠荡着腿 看着星空 这是他小的时候 最愿意做的事 近了一会儿 叶青梅淡淡地说道 小猪猪 我想生个孩子 哦对了 你不知道生孩子 是怎么回事 叶青梅想了想 用手边比话边说道 就是我们俩呀 要养一个孩子 从这么一小点开始养 就慢慢慢慢长大 长成我们这样大 五竹说 为何 叶青梅解释道 他是一个伟大的科研成果 他成功将有利于人类的发展 五竹说 小姐喜欢就好 叶青梅笑着问 那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五竹摇头 叶青梅 歪着脑袋想了想 说道 女孩就像我一样 聪明可爱又温柔 她会抱着你睡觉 会让你带她飞 会需要你的保护 五竹没说话 叶青梅 歪着脑袋想了想 又说道 男孩嘛 比较皮实 你可以教她武功 可以跟你一起飞檐走壁 还可以跟你一起打架 五竹快速回答 男孩 可以保护你 叶青梅 微微一笑说道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想 我也不要女孩 因为小竹竹只能抱着我 只能带我飞 只能保护我 男孩就不同了 男孩不需要这些 最主要的就是 生气的时候 还可以拉过来 打她的小屁股出出气 五竹看到她高兴的样子 更肯定选男孩是正确的 叶青梅靠在五竹的肩膀上 看着星空 就好像看到了 未来那个孩子一样 想象着她会文学 会法律 能说会道 又热爱生命 性格开朗等等 眼前就好像 已经看到了她的样子 直到睡着了 她的嘴角还挂着微笑 听到她匀称的呼吸声 五竹才抱着她回到榻上 叶青梅躺好后翻了个身 嘴里还嘟囔着 还是臭小子好 打了也不心疼 看到她迷迷糊糊的 傻傻的乐着 五竹的嘴角也微微上扬 这天晚上 五竹看着叶青梅 心里记住了很多事 小姐想要生个孩子 小姐想要男孩 小姐说 她可以和我一起飞檐走壁 小姐说 她可以和我一起保护小姐 小姐说 让我教她武功 这件事得好好想想 我要怎么教 小姐说 她可以打 但是不知道打了 她会不会像小姐一样哭 小姐的孩子 不知道会不会和小姐一样温柔漂亮 会不会像小姐一样话多 小姐说 这个孩子要和我一起养 从此我的任务是 小姐第一 这个孩子第二 保护他们 就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情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